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宣布全体居民就地避难 学校停课 警方在周三晚公布了一张与这起枪击案有关的嫌疑人照片 此人被确认为40岁的罗伯特·卡德 缅因州执法官员表示警方正在搜捕卡德 根据警方调度员的音频显示 他们相信凶手已经逃往隔壁的麻省 美国联合汽车工会10月25日表示 已经与福特汽车公司达成临时合约协议 这项突破性进展有可能结束长达近6周 针对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的罢工 福特工人工资将普遍调涨25% 再加上生活成本上涨 工资将调涨30%以上 达到每小时40美元以上 先前福特·斯特兰蒂斯集团和通用汽车的提案 都是加薪23% 该临时合约协议为期4年 需得到总计57000名加入工会的福特员工批准 工会呼吁福特所有工人重返工作岗位 并表示这将对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施加谈判压力 依据过去的汽车罢工案例 与其中一家汽车制造商达成协议后 其他公司通常即会达成他们的协议版本 以色列地面部队10月25日夜间至26日凌晨 在加沙地带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以色列正在准备发动地面攻击 而且地面攻击可能会进行多次 以色列军方后来在社媒X平台上 公布的视频显示 以色列装甲车穿越遍布防御障碍的 以色列和加沙边界进入加沙 炮击摧毁一些建筑物 坦克和步兵打击了多个恐怖分子小组 基础设施和反坦克导弹发射阵地 哈马斯没有直接对以色列方面的报道置评 加沙的卫生部门25日表示 以色列空袭已经造成65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广东清远市得胜健康职业技术学校 近日出现新生集体退学事件 截止到目前已经有将近700名学生集体退学 引起多方关注当地教育部门已经介入处理 希望能避免各种纠纷 尽量协商学校和家长的退费问题 当地媒体报道称 从本学期开学以来 一直没有教师前来现场授课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全部都是在教室里面上网课 完全没有教学质量可言 学校迅速扩大整体的招生规模 学校班级数量的急剧增加却没有配备足够的教师 导致许多班级无人授课 面对家长对于没有完整教学体系的质疑 学校则表示他们的办学条件符合要求 并不缺少老师 而是在推行数字化教学过程中出了问题